大家好我是天狼 温度总算上来了 我们的月季已经出来了 可爱的小花苞了 刚刚能看到 这个时候月季出花苞 我们的养度上需要注意什么 今天天狼就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在施肥上 当你能看到这一棵 有一个花苞的时候 你的爆花肥就赶紧给上去 这样会让那些花苞 还在萌芽状态当中 能够快速进行花芽增化 原本能开五朵花 让这五朵花全部都能开起来 这个肥相当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水 这个季节温度很高 天气很晴朗 植物很容易缺水 一旦缺水 你这个开花量就会降低30% 这是很直接的一个因素 花友们一定要注意 这时候不能让植物缺了水 每一次水里面都要带爆花肥 那么除了这两项你做好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注意一些危害花苞的一个虫害 一个是牙虫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进风 那么这两个我们是预防为主 黄板要挂上的 另外如果有化学药剂的话 建议大家一个是 这个安道脉的一个雷旺 它是管青虫毛毛虫一类的 还有牙虫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建政达的造成 这两种药定期的交替使用 确保我们这个花苞 不会被害虫危害 影响我们花开放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 给它足够的光照 刺激它的花苞 快速的健康的成长 我们一起来期待 接下来的爆花的场景 好了今天就这样 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来说一句 1.5% 1.4%